好的 主播各位观众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杭州亚运的这一个选手村 那么呢 中华队的选手也都是陆陆续续抵达 然后是住在这个地方的 那么今天呢 等了一年的杭州亚运呢 终于要登场 那么呢 今天晚上八点钟的开幕式 是由谁来掌棋 其实中华队已经公布了人选 那么其中一位呢 就是在东京奥运跆拳道夺统的 国民女友罗嘉玲 那么她呢 也和我们分享了她此刻的心情 我们来听一下她怎么说 第一次参加亚运 然后很有荣幸的 可以为国家担任掌棋官这个职位 其实我非常的开心 然后也非常的期待 然后也要很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对我自己的期许 就是希望可以表现得很好 最后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获得金牌 那么罗嘉玲表示 自己非常的开心 毕竟第一次来参加这个亚运 就能够担任这个掌棋官的这一个位置 那么除了这个罗嘉玲之外呢 另外一位呢 还有一位是谁呢 她就是台湾蝶王王冠宏 那么她的成绩呢 可以说是相当的优秀 因为她已经取得了这个 巴林奥运游泳A标的这一个资格 那么今天呢 她会与这个罗嘉玲呢 一块来担任这个掌棋官的角色 那么呢 中华队这一次呢排 就是入场的这一个顺序呢 会是排在这个第36位的 这一个队伍的这一个序号 那么呢 大陆国家主席呢 习近平呢 也会亲自的出席 来这个欢迎呢 各国来到这个杭州参加亚运的选手 以及各国的领导人和官员 那么以上就是目前现场的最新情形 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导演主要演员及观众大合照留念 改编人气职场漫画的电影 在新北举办特应会 师生们抢先看 因为电影援助作者马克 就是复兴商工的校友 美术教育的神话 在我们这一部电影可以看到 技职教育可以展现到很多元的表现 这部分呢 是我们新北市 最好的一个成效 附星商工校友作品搬上大萤幕 也是季直遭遇的果实 透过新北之光的作品 一探新北的好山好水 由三金天王如广众和郑仁硕 国民女神蔡黄如主演的电影 不少场景就是在新北取景 新北的鞋拍机演非常多 其实协助了无数的影视团队 来这边取景拍摄 新北其实是一个就是服务员广大 然后有山有水 然后要到哪里都很方便的地方 人情味十足 护送纪念品象征友好的合作关系 市府一百年成立鞋拍中心 协助影视团队的服务 累积超过六千六百次 要借由鞋拍 让新北被更多人看见 记者周天翔新北市报道 第三届新北青年气候论坛登场 邀请美国纽约荒野中心气候行动主任 台美经验交流 底下百位青年学子 都用行动力挺静零时代 桌游结合气候永续等主题 让青年透过互动游戏 更了解抽象的议题 年轻人扮演关键角色 因为他们诞生于气候变迁的时代 未来与环境密不可分 邀请青年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参与 去重视这样子气候变迁的议题 其实我们从民国110年的时候 就已经举办了第一次灵碳翻转 市府开设永续未来学院 将环境永续的观念 植入教育从小做起 举办论坛建立与青年交流的对话平台 让新北青年气候行动与国际接轨 记者周天翔新北市报道 晚上时间一名老阿贝来到公车站 但人却站上了板凳看路线图 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摔下去 超危险 而且脸靠超级近 几乎就快贴上去 这都是因为路线图字太小又贴太高 成为银法族地狱了吗 要这么记才看得到啊 你后面就看不到了啊 实际来到高雄沿城区的公车站 果然长辈们都觉得字看不清楚 有的担心站上椅子脚不稳会摔伤 干脆拿出手机查询字体放大比较安全 我那个眼镜也是看不上眼 看不到啊 所以有时候就要看手机啊 就算戴眼镜也看到眼睛都快花了 师傅立刻派包商来丈量 重新画设亡羊补牢 同样在网路上引发话题的 还有这一件 大马路上工人坐着 手称力 脚伸直 但下方却不断喷水 高雄凤山凤松路自来水管爆裂 紧急情况 工人竟然用铁维尼压住水管 人再坐上去 就像冲SPA一样 但水还是不断狂喷 地窪处淹成小池塘 一直漏水啊 然后水淹进来 自来水管爆裂 工人肉身挡水苦衷作乐 但阿公阿妈们却笑不出来 因为公车路线图 自小又挂太高 得站椅子上贴脸看 搭个公车超高纲 变向欺负引发足 记得蔡文言王书宏 高雄报道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探动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 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 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